第32集 六尔弥猴真相 上一集说到了宫心思心 作者以孙悟空代表宫心 混世魔王代表思心 孙悟空杀死了混世魔王 代表宫心铲除了思心 不过这只是作者写出一种精神 一种路线 而西游记本身还记录着明朝真正的历史 在明朝真正历史中 西游记的作者又是对思心怎么批判的呢 之前我说过 到目前为止 我从西游记中解读出许多人 但是大部分都是皇帝 不是皇帝的只有两个 其中之一是于谦 他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 皇帝就是被他捆绑了送到敌人手里 正因为他作恶实在过于逆天 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做的这么坏 都坏出圈了 所以作者才在他身上花了大量笔墨 用诸子国完整的一个故事来揭露于谦 最后再点出于谦的本质 就是观音菩萨门下一条 金毛吼 那么另一个人是谁呢 要知道像张居正还有海瑞这样的明朝著名官员 在西游记作者的眼里都根本不算人 他连半个字都没有提到 西游记中记录的就是核心思想和各个皇帝 但是明朝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 这个人在西游记中被作者记录了一笔 他的待遇比赛太岁鱼谦差远 赛太岁至少没死 而这个人竟然被孙悟空一棍子给打死了 这个人就是新学宗师王阳明 他就是西游记中水脏洞的混世魔王 在大明朝具体的代表 而他死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 正和混世魔王死在孙悟空手里一模一样 这代表了西游记作者对极度利己主义者 深恶痛绝 王阳明在西游记中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作者只给了他一个身份 强盗 小贼 然后还点出他的父母都看不起他 最终就是一棍子拿死了之 接下来我们进入六尔弥猴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一开始 猪八戒嫌弃白龙马走得慢 但是他使唤不动白龙马 白龙马依然不紧不慢地走 于是八戒请孙悟空帮忙 孙悟空就驱赶着白龙马快点走 白龙马一下子就带着唐僧跑远了 这段描写看似平常 但是却一样有深刻含义 白龙马就是明英宗 在这里他不代表明英宗 而是代表了大明朝另一个皇帝 这个皇帝是谁 后面再说 此时孙悟空驱赶白龙马 代表着大明朝的武装集团 对大明皇帝不再尊重 甚至他们凌驾于皇帝之上 皇帝没有安全感 只能到处乱跑 因为没有徒弟保护 唐僧就遇到了强盗 强盗要唐僧把白龙马留下 白龙马代表皇帝 也就是说 这个强盗要皇帝听他的话 我现在直接给答案 强盗就是王阳明 这一段描写 说的就是 王阳明要自己的思想 凌驾于当时皇帝推崇的 孔孟思想之上 成为大明朝的主流思想 而这也就是 西天集团要求大明朝百姓信奉的思想 极度自私 人人自私 后世 王阳明传人众多 陈凯申之前说过了 我就不提了 现在说一个另外的情况 王阳明活着时候 他的心学 在大明朝受到张居正的严厉打压 他到死也没翻出张居正的手心 但是张居正死后 万历皇帝突然软弱了 服从了官员的压迫 他们一起 把王阳明搬进太庙和孔子并列 然后 心学一发不可收拾 传到了日本 在日本 王阳明的心学 几乎成了日本人的圣经 日本人上上下下 都极为信奉心学 心学说白了 本质就俩字 自私 如果再加俩字 就是极度自私 只不过 王阳明将极度自私 包装的鲜花一样 让所有自私的人 在做出自私的行为时候 有一种心安理得 甚至朝圣的快感 日本海军编造者 东乡平巴郎 就是王阳明的铁杆粉丝 他说出了著名的那句话 一生俯首败阳明 东乡平巴郎 你以为他打败俄国海军就完了 不是 日本从来是以中国为目标 他们建立强大海军的本质 就是侵略中国 如果仅仅是这样 其实并不能说什么 但是他们却把这种侵略行为 包裹成新学倡导的知行合一 他们认为 中国既然如此衰落 那么我们占领是天经地义 也就是日本人认为 知道中国不行就去侵略 这就叫知行合一 如果知道中国不行 还不去侵略 就是违背了王阳明思想 这种行为可不仅仅是在日本高层 日本民间更加狂热 一个日本普通的民间女人 在感觉丈夫留恋自己的身体 不愿意及时去中国侵略时候 竟然自杀在她丈夫身边 而她丈夫被妻子的壮烈鼓舞 返回中国 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平顶山惨案 多少无辜中国百姓死在她的手里 这就是日本人心中的心血 这就是他们的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血 是一个纯粹以个人为中心的学说 比如你说 狗屎是臭的 可是王阳明味觉丧失 他吃狗屎很香 那么他就认为狗屎是香的 这就是汁 那么行呢 就是你觉得狗屎臭 不行 我觉得香味扑鼻 这是个好东西 好东西我要分享给你 所以不但我要吃 你也得跟我一起吃 不吃我硬塞给你 这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学说 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乳心同归于记 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就是花开不开啥颜色 别人看了都不算数 必须我看了才算数 我看不到 就一切都没有 再翻译一下 就是我死之后 哪管洪水滔天 心学就是极度自私 被包裹的花团锦簇 用以为祸人间 而这一切都是西天集团 在背后推动 回到西游记 唐僧被强盗抓了 这时候孙悟空来了 注意啊 这时候孙悟空不是上来就开打 而是变成了一个小和尚 小和尚就是暗示 孙悟空的身份再次转变 这里和尚就是皇帝 此时孙悟空已经暗示 他是个皇帝了 唐僧没骨气 说自己没钱 徒弟有钱 你们抢他的钱吧 孙悟空来了 强盗放走了唐僧 唐僧骑着白马 一流烟就跑了 这时候强盗向孙悟空要钱 孙悟空说我没有 反倒要强盗拿钱出来 自己要分他们的钱 强盗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就揍了孙悟空好几十棍子 这里暗示 王阳明等人 在大明朝思想舆论战线 疯狂的进攻 然后呢 孙悟空一棍子就打死了一个 剩下的都跑了 还有一个强盗头也跑了 这个时候唐僧他们过来 一看强盗被打死了 唐僧就让猪八戒挖了一个坑 把强盗尸体都埋了 还弄了一个坟头 而且唐僧还对着坟头 念了一段经 超度他们 因为唐僧 猪八戒都是皇帝 所以他们一块做这件事 就是大明皇帝在做这件事 我们想一下 西游记那么多故事 除了在这个地方 别的什么故事里面 还有孙悟空打死人 唐僧猪八戒埋的吗 没有了 这是唯一一处 所以这个情节正是暗示 王阳明死后进太庙 被历代皇帝供奉 逢年过节的就要去看看 注意一点啊 此时书里的王阳明还没死 又或者说 这一群人都是王阳明 王阳明就是强盗 后面跑的那个 再过一会儿也会被打死 从那个人的故事 可以准确解读出 此人就是王阳明 这一集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再见 按摩